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樊振东 再见王楚清 拼携正式宣布决定 刘国良忍痛割爱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艾山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乒乓球队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最近的我们国拼的一些动态 中所周知目前国拼的在国外新加坡的大碗冠比赛 已经全面结束 对我们国拼来说呢 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将结束本次亚运会的单打名额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按照此前选拔的标准的话要么就是世界第一能够拿到本次单打名额 要么就是在本次单打比赛当中获得冠军的选手 拿到最终的名额 如果说单打的最终冠军以及世界第一是同一个球员的话 那么第二个名额将会顺延到世界第二 因此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来在南单方面的话是 樊振东以及马龙拿到本次 亚运会的门票 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按照目前国拼整体的政策来看的话 我们去参加亚运会包括之后的一些国际性大赛呢 整个国拼教练组啊其实都是希望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那么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做努力做准备 因此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那么其实接下来呢马龙大概率是不会参加这次亚运会的 因此呢如果说名单顺延下去 目前外界普遍觉得呢 除了樊振东之外的话另外一个单打名额很有可能给到王楚清 毕竟在去年的冬季奥运会啊王楚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皮卡选手 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呢王楚清呢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刘国梁教练组呢 非常重视的一个选手 因此从目前来看呢他们两个呢这一次大概率能够拿到这一次 亚运会的单打名额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的话那么除了这个单打比赛之外的话 我们国拼呢其实还有男双 混双以及团体赛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正常来说呢 樊振东以及王楚清他们的都要身兼四个项目 除了单打之外的话另外三个项目的也都需要他们的努力 那么比如说樊振东啊那么在此前呢 男双团体啊的那些比赛当中呢也都拥有着不错的表现 包括混双呢他也在此前世界性大赛去打过这样一个比赛 那么除此之外王楚清呢搭档混双男双啊团体赛呢他也都曾经打出过漂亮的成绩 所以综合如此来看的话可能他们两个人呢 除了在要兼顾单打比赛之外的话另外三个项目呢也必须打出一个 漂亮的成绩 所以可能这一点呢对他们两个运动员来说呢一方面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 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对于这两个运动员来说呢其实压力也会非常大 而且一个球员呢肩负两个啊这个四个任务的话 其实本身就是责任重大而且呢对他们来说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体力不支的情况 就是呢负担过大到时候呢每一个项目都打不好 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啊居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就在最新呢 中国拼协也是官宣了一个最新啊这个双打的名额入选的整体的一个标准 那么从这一次宣布的最新决定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这一次啊拼协要求双打的最终组合呢 将由教练组根据队员出战的单向情况以及体能合理分配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么目前来看呢可能樊振东和王楚清就不一定会出战这个双打比赛了 毕竟我们知道樊振东的本身他的强项就在团体以及单打 王楚清的他的强项则是在团体以及他的一个混双比赛 那么因此从目前来看呢可能两个人到时候都会被放弃 这个男双的比赛之后呢去专注他们另外三项比赛 我这样一来可能对刘国良来说呢即便是非常不舍 不舍的这两个非常有 优秀的球员但是也只能够最后呢 忍痛割爱了 那么否则的话可能呢让一个主力球员兼顾太多的项目那么到头来呢 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丝瓜 对中国队来说呢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那么我们呢也觉得划不来 那么最终呢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相信不久之后啊这份名单的也会最终出炉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次继续开心捞球拜拜